嗨,我是Guneth, 欢迎来到Smart English TV Channel 上学之前,选购一副合适的眼镜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有兴趣知道如何好好选购眼镜,就继续看下去 如果你想令你的校园生活更加充满力更有意义,就订阅我这个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钟,我有新片的时候,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了 如果你有戴上眼镜,已经有一年或以上没有眼镜 就要去双熟的眼镜店做个免费的电脑研眼 但如果你之前没有近视,最近做暑期公告的时候 发觉乌子很模糊,眼睛很累 就要去眼镜店研眼,问一下爸爸妈妈有没有双熟的眼镜店 在眼镜店通常是先选眼镜框至研眼 不过如果你要求做个简单的电脑研眼镜 如果真的有需要才配,都可以的 那之后才选眼镜框 选眼镜框之后呢,就会有一个更加详细的眼镜 在简单的眼镜框方面,要合乎以下四个原则 一,要轻身 因为要长时间在学校戴,来阅读 轻身是比较舒服的 二,要耐用 无论是金属或是塑膠都要坚固 螺丝位都要检查清楚 三,在款式方面,不要麻木地跟随潮流 要选一个比较朴素 和适合你面型耐轻的款式 四,要选纤维镜 或者是比玻璃安全 当然,最好平日呢,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打机的时间不可以长,要休息 休息的时候呢,望远一点 望多些绿色的东西 平时可以吃多些 蓝莓,红萝卜,菠菜,番茄之类 来保护我们的眼睛 如果你喜欢这条片的话 记得给个like,和subscribe这个channel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希望你喜欢看哪些影片 明天又会有另一个 back to school科学备案 一定会,明天见 拜拜